中秋节前夕,内地科研团队关于月壤研究最新成果,不仅有发现新矿物嫦娥10,还探索了核聚变材料氦3在月球的含量,获得了氦3温度释放曲线,为氦3资源评估,开发利用提供数据支撑。 分析指,月球上氦3的含量是地球含量的46万倍,科研人员认为,月球可以成为未来氦3资源的重要选择地。 发现月球新矿物嫦娥10的研究团队是和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,发现嫦娥10的同时,他们还测定了月球氦3的含量。 判索了氦3含量与月球样品力度及矿物种类的关系,获得了氦3的温度释放曲线,确定了最佳提取温度, 这位今后月球样品中氦3资源量评估及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。 研究人员介绍说,氦3是核聚变的重要原料,与当前核聚变材料刀穿在反应中会产生强烈的放射性不同, 氦在聚变过程中不会产生其他影响,被称作完美清洁能源。 但是地球上的存量极其稀少,月球上氦3的含量是地球上的46万倍,这些氦3都来自太阳风。 由于地球有大气层以及磁场,大气层和磁场对太阳风中的氦3进行了阻挡, 所以它们导致无法到达地球表面,而月球由于没有大气层和磁场, 所以太阳风中的氦3能够直接到达月球表面,并且储存在月球表面的月长中。 月球的氦3资源量呢,即估算达到数百万吨, 所以我们说月球的氦3资源是将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选择地。 国家原子能机构负责人表示,发现新矿物嫦娥10掌握月球氦3含量, 是空间科学与天体矿物学的新突破, 也是核科技工作者与航天专家跨界协同合作的新突破。 这次也充分证明了核科技技术在这种精细的物质元素的分析, 这种尖端科研方面的这种广阔的前景。 下一步呢,我说科科技技术不仅在我们的深空探测, 在这种精细的核素分析这方面, 可以继续发挥更大作用,可能有新的突破。 在工业、农业、医疗、环保各个领域都可以有非常多的这种广泛的应用前景。 凤凰卫视霍卫卫 刘家浩 北京报道